今天我們剛剛提到說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所以在整個的桃園北還有東半部 今天都是有雨的 那這個有雨的部分可以看到特別是在宜蘭跟花蓮地區 雨勢會是比較大的 所以有往返這個或者是要到這邊的朋友要多留意這個天氣的狀況 尤其是蘇花公路前陣子有發生貪方 所以在這個路段也要特別留意這個交通的一個狀況 還有詳細的交通資訊 另外是在新竹與南地區 今天雖然雲量比較多 但是下雨的機會是比較低的 大部分都是可以整天看得到太陽的一個天氣形態 那溫度方面可以看到今天 台灣各地普遍的 早晚的低溫都是15度左右 那白天的高溫 北部因為雲量比較多的關係 所以北部 跟宜蘭低溫 高溫大概是在18度左右 那白天的高溫 中南部的白天高溫大概可以到25到27度 所以很明顯的中南部是比北部溫暖非常多的 那彭金馬 金門馬祖今天還是比較偏冷的一個天氣形態 澎湖的話也是有16到18度的一個低溫 這個溫度 然後 也是可以看到太陽的一個天氣 至於在未來宇宙的天氣可以看到 在除夕 除夕剛剛提到的就是東美進風減弱 所以整體的這個環境風場 比較偏東風 所以在偏東風的天氣形態底下 在大台北地區 東半部 很春半島 都還是有一些 不斷暗雨發生 但是雨勢跟今天相比是會減少一點點的 至於在這個桃園一直到中南部地區 雨勢 就是比較是沒有降雨機會的 都是多雲可以見到陽光的一個天氣形態 那到了初二開始到初四 寒流開始南下 所以這個寒流影響到主要的話是在 銀風面地區的北部 還有基本北漢 東半部 跟橫春半島 降雨的機率都是會提高的 而且降雨的範圍也會變得比較廣泛 所以初二到初四這一段 初二這一段時間到初四這一段時間 整個銀風面的降雨機率都是會增加的 而且氣溫也是會降低 那初五到初六寒流減弱 所以整個的東北季風也是會減弱的 我們台灣又會回到一個比較偏東風的一個天氣形態 所以這個東風吹過來之後 降雨的一個範圍只剩下這個比較偏 大台北地區 東半部還有虹春半島 整體的降雨的這個量子也是會減少的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